大家好 我是李太太 我是Dotter Mami 我是Vivian 淑若萱 今天我就是要分享 跟老公之间的故事 还有跟儿子之间的故事 我想要分享的是呢 我从来都没有分享过的 而且是最近才刚刚发生的 六月第三个礼拜是父亲节 如果在台湾土生土长的朋友们 你们应该不太习惯吧 你会不会 啊 父亲节不是八月八号吗 没错 我就是因为在台湾长大 我觉得父亲节是八月八号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跟印象一直在我脑海里 于是我就惹毛我老公了 就在今年国际父亲节 只有台湾是过八月八号 台湾以外全世界各地 都是过六月第三个礼拜 母亲节是五月第二个礼拜嘛 父亲节是六月第三个礼拜 那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糊涂 比较健忘的人 这是我的优点 同时也是我的缺点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跟我先生已经分开 快五个月没有见面了 所以我又忘记父亲节的时候 你知道有多么的凄凉吗 我非常自责 非常的伤心 因为我在父亲节的前两天 我在拍我的新歌MV拍了二十个小时 拍到半夜四点才收工 然后那个MV又特别的困难 我又有一些特殊的状况 所以其实我拍到差一点休克 然后差一点昏倒 所以我隔天一整天 是有如行尸走肉般的 几乎不想讲话 也没有办法陪我儿子 你知道整个人是在一个 好像魂霉在肉体里的一个状况 所以那是第二天 第三天就是父亲节 所以那天晚上我有跟我先生视讯 他就是因为知道我很糊涂 所以他有暗示我 明天是父亲节 我要跟女儿 女儿说要一起吃饭什么什么的 我还有回答他说 太棒了 就隔天早上 因为第三天早上 我就带Doughton我儿子 去上直排轮的课 然后早上起来啊 我也有跟我老公说 Hey baby good morning 然后我也有让Doughton跟他 Daddy good morning 然后我有拍直排轮的照片 跟影片给他看 可是他都对我好冷淡 他就一直冷淡我 我传什么给他都是 拿我的热脸贴他的冷屁股 他都是哦 嗯 然后到十一点半的时候 我表妹 我就滑完直排轮到家了 我表妹突然跟我说 姐 今天是父亲节 姐夫在他的Facebook发一篇 祝他自己父亲节快乐的文章 我心里想说完蛋了 惨了 然后我就立刻拿毛笔字起来 用水毛笔写了一封情书 给我老公 然后拍起来传给他 他也是 哦 嗯 这样子 我想说完了 我就赶快叫Doughton录音给Daddy 说Daddy父亲节快乐 然后请Doughton写卡片给爸爸 然后我就拍下来给我老公 我老公也 嗯 哦 所以 他真的是伤心了 然后他就冷淡我一整天 一直到傍晚 我觉得他这样冷淡下去 他的父亲节一天好可怜哦 我就打电话 十一点半说 我就打电话给女儿 结果女儿也在床上睡觉 但是他们有做了卡片给爸爸 只是还没有交给爸爸 然后呢 我大概傍晚的时候 我就问我先生讲说 我说老公 嗯 因为儿子想要跟你说父亲节快乐 那我知道晚餐 你会跟爸爸吃饭 那因为我也想要跟爸爸说 父亲节快乐 所以晚餐的时候 我可以视讯吗 然后他就说 我可以 然后傍晚的时候 我传了 在这个之前 我传了一个简讯给他 我说老公 我们已经分隔两地了 有什么事情 我们是不是要 好好的沟通讲出来 会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关系 我说 我们晚上 你有没有时间 我们可不可以聊一下 他就跟我说 after dinner 晚餐后 对 所以我就赶快说 那晚餐的时候 可以被视讯一下 所以儿子就有跟爸爸说 父亲节快乐 然后我也有跟我公公讲 父亲节快乐 然后after dinner 我就很紧张 因为我其实我知道 他在生什么气 然后所以after dinner 我们视讯的时候 我说老公 你到底怎么了 然后他就跟我说 我今天早上七点就起来了 我看到我身边的兄弟 那些朋友 他们的小孩跟太太 都有跟他们说 父亲节快乐 甚至还一起 妈妈还拉着小孩 一起做早餐 给爸爸 给平常工作辛苦的爸爸 我呢 I have nothing 我什么都没有 我觉得 I feel like I'm alone 我觉得我是一个人的 然后他就开始很 很upset 说我已经慢慢习惯一个人了 哇 我就知道我真的让他很伤心 所以 有时候两个人之间 我觉得像这件事情 真的是我的疏忽 我的糊涂 我的错 所以就要有认错的勇气 就不用再一堆借口了 然后道歉要真诚 要有身段 因为其实他都知道 我是爱他的 当然最后他是原谅我的 那我觉得有时候 两个人在一起 我们也不用针对一个 对方没有做好的事情 一直 一直不原谅对方 因为我们可以去想一下 平常他做的九个好 我们不要因为他一个不好 就完全否定掉这个人 因为有时候人真的会糊涂 人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会忘记 真的不是因为我不够爱他 我是非常爱我的老公 我真的脑袋就是很习惯 8月8号是父亲节这件事 但这也不是我的理由 因为我结婚已经七年了 我已经过过七次 国际父亲节 就是六月父亲节 所以我真的 对我自己的记性 很 很自责 然后我很生气 我自己的记性 所以我就跟他说 老公对不起 是我忘记了 但是 我发现的时候 你知道我如果有记得 我是一个很贴心的人 所以我后来 我一知道 我当然会做很多很多 我很想要 让你知道我跟儿子很爱你的事情 所以我说你 我很健忘 你也知道 你可以原谅我吗 他就说 我就是知道你很健忘 所以我前一天晚上就提醒你了 所以 对 所以我又再次的 放下我的身段 对不起 因为这真的是我个性 我的问题 然后 我就跟他说 因为我 前一天工作二十个小时 因为这个我知道 因为我跟我先生 什么都会分享 什么都会讲 所以他知道 他提醒我的前一天 我是拍二十个小时 然后我是拍到 差点昏倒的那一种 所以他知道 我整天的状况 人的状况是很不太OK的 当然他没有真的怪我 他只是觉得很 在大家都浓浓地 在庆祝这个父亲节的气氛的情况下 可能他太久没有见到我 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讲了一句 儿子的事你从来都没有忘记过 第三道 所以 我又再次放下身段 对不起 对 我花了很多时间 在他 在可以跟他谈到话之前 我找了很多 我老公跟我儿子的 平常互动的照片 不同时间的 从两岁到三岁到四岁 然后把它拼成一张图 传给他 对啊 因为我平常 我如果记得 我是一个会do something的人 那我觉得 有时候女人 也要像男生一样 大丈夫能屈能伸 女人也要 像橡皮筋一样 时而坚强 时而把身段放下来 该道歉的时候 就是要道歉 所以这件事情 我道歉了三次 因为我老公知道我是爱他的啦 那最后 我们不要放到隔夜 因为我跟我先生都是那一种 如果放到隔天的话 我们根本晚上会睡不好 两个彼此相爱的人 何必这样折磨对方呢 所以 有时候如果是我们这边的错 我们这边的疏忽 我们可以多一点 甜言蜜语多一点撒娇 我觉得对 对我们这段关系是 是比较健康 比较好的 没有人不喜欢听好听的话 对 所以有时候也是要肉麻一下 因为有些爱 你不说出来 那因为你一个 一个很糊涂的健忘 对方可能觉得你不在乎他了 所以如果你是在乎的 你是爱的 也不能只是 也不能只是说出来 但是一定要说出来 一定要说出来 以外 对 我觉得我这辈子应该再也不会忘记 六月第三个礼拜是父亲节了 对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夫妻之间 或者是男女朋友之间 有些时候身段 该柔软的时候 就要柔软一下 那我们这么做 也会去影响到对方 如果发生一样的事情的时候 对方也会 对我们更有耐心 所以我觉得都是一个 很好的循环跟互动 好啦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生 类似我这样的事情 其实是 不是很大件事 现在回想起来还挺可爱的 对 但如果没有好好处理 也可能吵架吵到分手 都是有可能的事情 因为我很珍惜我的另外一半 所以我很珍惜 这个关系 我很珍惜我先生 珍惜这段婚姻 所以如果你珍惜你的另外一半 很多事情 你会愿意放下身段来 彼此调整 那祝你们 sweet dreams 然后 越来越 甜蜜 越来越幸福哦 晚安 再追求人 再追求人 快点 走 请